11月6日,合计港口哈伊马角拉斯海马有线公司 位于阿联酋哈伊马角的码头项目开业仪式 在哈伊马角西尔顿酒店举行。 开业仪式上,合计港口集团与阿联酋哈伊马角酋长国 正式落实哈伊马角集装箱码头项目 25年控股经营权的合作协议。 阿联酋最高委员会成员哈伊马角酋长 谢赫沙乌德·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殿下, 中国驻迪拜总领事馆总领事李林斌, 合计港口集团有线公司集团董事总经理叶承志等嘉宾出席。 阿联酋最高委员会成员哈伊马角酋长谢赫沙乌德·本萨格尔·阿勒卡西米殿下 在致辞中表示,哈伊马角旨在建设完善商业基础设施 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商和企业家。 合计港口集团阿联酋哈伊马角码头项目 以及未来的萨克拉港口计划 都是哈伊马角物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将鼓励有时之事与哈伊马角之间的合作。 哈伊马角今后仍会致力于提供基础设施、 服务以及技术娴熟的劳动力, 以促进商业与工业的蓬勃发展。 而在称资商与工业的建设施, 在称资商业中的建设施, 在称资商业中的建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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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关的建设施。 在称资商与哈伊马角逼宫的建设施。 在称资商与哈伊马角逼宫。 他在称资商与哈伊马角逼宫。 在称资商与哈伊马角逼宫。 给我们极用地溝通草 就能够在 Kathryn 太在 中央 结生 金 铛 transport 激 洪線 我们是 激 地 击 scheduled 同样 到 多年 地 Colleg起 它改变了 它在反正 它会给予我们更新的 为更新的交易 提供更新的交易 和更新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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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激烈今天 在这种交易的好处 我们生活的 合计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董事总经理叶成志 在开业仪式上表示 哈伊马脚 是进入阿拉伯湾的 重要战略位置 也是全球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很高兴有机会可以投资 并且经营 哈伊马脚的集装箱码头 合计港口会为地区物流和发展 提供专业高效和安全稳定的 世界级一流码头物流服务 随着中国跟阿联酋 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深入发展 我们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在共建一带一路 这个大的背景下 这个合作成效 是越来越显著 很多的中国公司 就像你刚才提到 在港口建设这块 也涉及到我们一带一路建设互联互通 也是非常重要的 项目落地了 所以今天大家这个场面 都很开心很高兴 像拉斯海马的酋长 殿下亲自来参加这个活动 讲话祝贺 也看到各级的官员也都出席 大家对这个项目呢 包括对我们今后的下一步 在拉斯海马 还有北部酋长国 进一步地开展 像这种物事合作的项目 都充满了信心 还是很期待的 哈伊马角具备天然地理优势的深水两港 是阿联酋境内北部 唯一的专业化集装箱码头 随着哈伊马角球长国经济区的发展 目前该地区的年度进出口量 已经达到25万标准箱 作为合计港口集团 全球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计港口哈伊马角码头项目 积极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深耕本地区的港口业务开拓 整合业内资源 改变以往主要依靠陆路的单一运输模式 开启多市联运的创新物流方案 随着合计港口哈伊马角码头项目的正式运营 合计港口集团将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经贸发展 互联互通合作共赢 开启新的机遇之窗 迪拜中央卫视张宇方报道